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艾特教育,艾米奇斯,消防员的故事 今天早上,我正在构思一篇自由选择的座文题目时 突然听到楼梯上一阵喧哗 不一会儿,有两个消防队员来到了我家 他们对我父亲说,他们要来检查一下各家的取暖设备 因为屋顶的一个烟囱着火了 不知是从水家的火炉里面冒出来的 于是,他们很仔细地检查了我们家的每个角落 父亲趁他们两个人检查房间的时候,对我说道 安里科,我想到你的座文题目了 就叫《消防队员的故事》吧 你把我给你讲的内容记下来,看看怎么样 那是两年前的一个晚上 父亲从剧场出来的时候 看到很多的消防人员正在救火 原来是一幢楼房着火了 正烧得厉害,到处都是红红的火苗和浓烟 那间房子里还有人呢 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只见他们趴在窗边叫喊了几声 之后就不见了 就在这时,一辆消防车急驰而来 这是最早到达的一批消防队员 共有四个人 他们一下车就立即向失火的房间冲过去 突然,一个女人在四楼的窗户边大声叫喊着 接着,她抓住栏杆跨了出去 她死命地抓住了栏杆 可是身体悬浮在半空中 眼看火苗就要烧着她的头发了 楼下围观的人一下子都惊呆了 惊慌失措的市民们忙给消防队员指方向 在三楼 眼看着消防队员就要冲进三楼的时候 人们才缓过神来 说,不对不对不对,在四楼 消防队员们又冲进了四楼 可是房间里已经烧得不成样子了 到处都是浓烟和烧得发黑的家具 一片混乱 看来只有从屋顶上铺火了 消防队员们很快爬上了屋顶 最先到达的是消防队长 可是,要爬上那间着火的房子 就必须通过一道极其狭窄的过道 那条过道上都是冰雪 连个可以抓住的地方都没有 太危险了 底下的人叫喊起来 队长走到屋顶的边缘 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 终于,他通过了那里 一阵欢呼声和彩声响了起来 队长继续朝前跑 终于,他到了那间房子的屋顶上 于是,他拿起斧头对准房顶 开始凿起来 这期间,那个可怜的女人仍然在窗外悬挂着 她的头发已经被火烧着了 也许,再过一分钟她就会被烧死 队长终于凿开了一个洞 赶来的消防队员们一一跳了进去 就在这时,云梯到了 他被架在了那个房间窗口 可是,好像已经晚了 大家都认为消防队员们一定也葬身火海了 在大家都不抱希望的时候 队长出现在了窗前 那个女人紧紧地搂住了队长的脖子 就这样,他得救了 但是,其他人怎么办呢 另一个窗口与这个窗口距离很远 云梯够不着,如何救人呢 就在这时,一个消防队员出现在了窗户外 他右脚踩着窗台 左脚蹬着梯子 身子横跨半空 其他消防队员把受困的居民们 一个一个地移到他身上 他才将居民移到站在梯子上的消防队员那里 终于,所有人都脱离险境了 第一个下来的是悬在栏杆上的那个女人 接着,是一个小女孩 然后是一个女人 最后是一位老人 大家全都得救了 消防队员们也下来了 队长是最后下来的 大家都欢呼起来 纷纷伸出了双手 称赞这些勇敢的消防员们 当消防队长下来的时候 人们怀着感激和敬佩的心情 像迎接凯旋的英雄一样迎接他 而他的默默无闻的名字 朱塞浦·罗宾诺 立刻就变得有口皆碑 到处送娘了 安利科,你知道吗?这就是勇气 他容不得半点犹豫 只要有危险,就要立即冲上去 过几天,我带你去看消防队员的演习 而且,我要让你见见罗宾诺队长 你会很高兴认识他的,是不是? 我回答说,是的 瞧,他就是 父亲说道 我猛然转过身 只见那两名消防队员已经检查完毕 正要走出去 父亲指着其中一个男人对我说道 快跟罗宾诺队长握一下手吧 队长站住了 微笑着向我伸出了手 我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队长和我们告辞走了 你应当好好地记住 父亲说 在你的一生当中 跟你握手的可能会有几万人 但真正有价值的并不多呀